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银狐犬 各位西施犬的恶势力们 先把手里的刀放下听我解释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如果视频看到最后你们还不满意 那我应该跑远了 问题一 银狐犬是怎样的狗狗 银狐犬是一个没有历史 绅士沉迷的犬种 因为二战的原因 银狐犬的记录被毁 二战结束后 没有官方成分的他 很快在日本建立起了品种标准 并在日本国内流行起来 至此银狐犬成为了起源于日本的犬种 但银狐犬的英文名 直译过来就是日本斯皮斯犬 看过我博美视频的 都知道斯皮斯犬起源于德国 所以银狐到底起源于日本还是德国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想问 不过不得不说 日本对近代银狐犬的发展 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凭借一己之力 让它获得了英美两国养犬协会的认证 在全世界众多犬种中 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发现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日本的宠物犬 包括柴犬 这三兄弟组上都有斯皮斯犬的血统 虽然起源地不同 也算是远房亲戚了 加上银狐犬非常的稀有 导致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它 千出巨六 总被人误以为是巨型博美 或者营养不良的萨魔 分辨它们从专业的角度 更多是看头版 耳胃和眼形 但作为普通的蚕食官 有更直观的方法分辨 从性格上来看 你叫它一声 开心咬尾巴的大概率是萨魔 对你吠叫的大概率是博美 无视你的大概率是银狐 再从体型上来看 萨魔 银狐 博美 就是现实版的中杯 小杯和特小杯 所以你会分辨了吗 请听题 下面哪只是银狐犬 答案发到评论区 不确定的多看看C选项 问题三 羊银狐犬需要知道的是 银狐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不容易生病的同时 运动能力也很强 蚕食官只要稍加训练 就能得到一只接飞盘的银狐犬 而且聪明友好的银狐犬 很乐意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伪伴 即便是其他的宠物 他都能友好相处 但这仅限于家庭成员 对于陌生人却不算友好 始终保持着戒备心 同时忠诚护主的他也很爱叫 为了避免被投诉 从小就需要做好社会化训练 总结 银狐犬具有强烈的西纤牌制体制 聪明 听话 甜美 渴望被主人取悦的他是一只完美的甜狗 更重要的是他很专一 弱水三千 直舔一人 这让小仙女们见了基本没有不着迷的 但对于我们这种直男来说 喜欢小的有薄美 喜欢大的有萨摩 喜欢完美的更是有金毛 那我喜欢银狐什么呢 喜欢他白毛不耐脏 还是泪痕难打理 所以银狐犬注定就是小仙女的专属 你是那个小仙女吗 下期视频抽签抽到了西施犬 SURPRISE 公平公正公开的抽到了西施犬 我说一句童索无期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吧 我是霹雳心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